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今天是一期验房视频,让我们来验一下位于南加州安大略市的一个新房的交房视频 那这个小区呢,之前我在频道有出过,它有三个户型,是2500尺到2900尺之间 都是四房三位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大中小型家庭居住的一个户型设计 那一进门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屋的这个D砖升级啊 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说一下,一般来说在加州常见的建商的新房交房的这个标准 大部分呢,都是D砖偏D毯的,那D砖呢,一般会有三个颜色供我们选择 那D砖呢,一般在所有的走道、浴室、厨房空间呢,会采用D砖的设计 D毯呢,同样也会有三个颜色选择,那D毯呢,一般会运用在各种各样的卧室 以及客厅或者是二楼的loft各路空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间房子呢,选择的是比较浅色的D砖和D砖的搭配 样子很好看,可是维护保养的时候呢,要精心一点哦 那额外呢,这一栋房子当时我还建议屋主做了一些D砖升级 把一楼的客厅也变成D砖,这样呢,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也会不需要再去做国外的客厅的D砖境界 那这一边呢,就是我们的Greed Room 一般新房交房呢,是没有窗帘的 窗帘呢,可以后期自己做 那你可以做木质窗帘,也可以做百叶窗 还可以做电子的反部拉链等等 那这一边的炉头,洗碗机,微波炉,烤箱等等呢,都是属于建议商的标配 大部分小区呢,全部都是包含的 冰箱洗衣机控干净呢,一般来说新盘是不包含送的 不过有一些小区呢,可能会有特别的special deal 有可能会包含这些 所以在购置新房前呢,要把这些问好哦 好,从二楼转向楼梯去二楼呢,就是变成我们地毯的设计 这个户型呢,二楼是有一个loft,有一个小阁楼空间可以使用的 那很多人呢,可以选择把这个loft,阁楼空间改成另外一个房间 有一些建商呢,会有这个升级选项 所以四房呢,就变成五房了 那没有升级选项的呢,也可以后期自己去找成建商来做 一般宴房的时候呢,我们会检查一下房屋的电器 有没有正常运作,灯的开关有没有正常运作 还有主要的就是空调啊,热水器啊这些是否都有方式弄 以及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是否需要补气啊 边角处是否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需要反攻啊等等 现在我们看的这一间呢,是主卧 一般来说主卧呢,都是一间房最大的一个房间,也是最舒适的一个房间 这一边的主卧呢,旁边是自己带有的主卧套房 卫浴,那有淋浴房,浴盆,以及主卧的双人洗手台等等 主卧呢,使用的就是地砖呢,这一栋房子全屋的地砖呢,都是保持一致的配色 还有全屋的柜子,那这个柜子呢,也是标配的 就是白色的柜子上面配有银色的把手 目前来说,男家大部分的建商,新房,焦房的标配都是这样的柜子 那你也可以选择做额外的升级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柜子其实还蛮好看的 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新房的保修问题啊 很多房子在盖好之后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去settle的 不是说这栋房子盖好之后,马上就可以完整的运营使用了 那比如说这个房子住进去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会发散墙壁上有一些些许的裂纹啊 或者有一些游戏剥落啊等等 不要紧张,这些呢都是正常现象 常见的做法呢,就是住进来一段时间之后 记录好这一些structure或者是墙壁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可以统一去找进世界上进行一次性的修复 这个小区的交房标准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它呢又附送了很多的智能设施 比如说门口的ring,门铃系统啊 可视门铃,包括进门的指纹操控 还有空调的那个触瓶 honeywell的这个触瓶设施 这些呢全部都是标配 那真正使用起来这些智能设施呢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确保家里面的internet 也就是网络是打开的状态 否则你朋友这些设施也是无法使用的 所以新房拿回来之后呢,屋主们要尽快的把所有的utility转到自己的名下 比如电,水,笔器等等 然后呢要开通上网 这样呢才会更快的去适应整个新房的生活 一般来说呢,小区在交房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基本信息 连带物业信息一起给这个屋主啊 那屋主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联系小区的销售 或者是小区的管理员作为管理 这栋房子的后院呢,是属于比较standard的 没有做后院的那个地的大小的升级 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尺寸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院交房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做好的 它都是这种泥土地 但是细细地看呢,你会发现这个泥土地呢 是有坡度的 那两边的坡度呢,各自有一个下水的空间 这个坡度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如果下雨的话 把积水导到下流的这个下水空间去 那回头如果你需要做后院的时候 要记得你的工人要保持这个坡度 否则的话,你的院子很有可能会积水 另外来说就是新房一般都会有物业HOA的话 那比如说你要做后院的话 一般来说新房都需要去做一个一次性的 这个HOA的后院的申请 那可能要交个一两百块钱的申请费 然后呢你要告诉你的那个HOA 你大概做后院的计划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通过批准之后呢 就可以相应的完成 一般来说呢 常见的后院可能会说水泥配原液 甚至是甲草啊等等 本着要维护成本比较低 然后用实用的方式去做这个设计 那这一个侧门呢 一般来说垃圾桶会放在这边 平时倒垃圾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侧门拉到前院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库 这边的车库呢 是双车位的设计 那车库里面呢 一般有你的热水器 通常来说呢 热水器的温度要让它保湿在120度左右 这样呢你会有源源不断的热水 而且水温呢也不至于过烫 这个呢也是一个居家的小知识啊 这边呢是洗衣房的煤气和下水接口呢 那有洗衣机之后呢 直接进来这边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呢是改小区的这个空调 还有智能的WiFi的操纵开关 全部都是出屏的 你需要有WiFi才能使用 那这一些呢 一般都是有保修的 有维修公司的 那么除了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联系建商 也可以联系维修公司去进行这个分开 这些人工智能的使用呢 更加突出了新房的优势啊 那这边右边的这个开关呢 是院子里面灯的操纵开关 那这个呢是门口的可视门铃 那这个门铃呢 可以用手机下APP 去关注社区的一些信息啊 那这边呢是前院 还有你的转位 一般来说转位上面呢 可以停两台车子 车库里面可以停两台 这个呢是厨房水池下面的 早扮机 然后还有多余的油气 那这个呢是洗碗机 厌房的时候要厌一下 看看是否正常使用呢 然后这边呢 就是空调的操纵开关 一般来说呢 可以把它放在服务温 让它自动开启 这些呢都是可以连在手机上的 然后这边呢 它是在属我们这一些设施的 盒子说明书都在这边 使用之前呢 确保要开到Internet 又打开网络 然后呢才就可以去做这些设置 最后都可以用手机下载APP 包括空调啊 网络啊 甚至是门口的 进门大索呀 都可以连接手机的 然后这边呢 它在为我们介绍这个空调的使用方式 如何设置恒温啊 如何设置加热啊等等的 那现在呢都是用这个 哈尼威尔储品的这个牌子 那空调开关呢 是楼上楼下各一个 那这两个呢是分开的 一般来说 美国的空调呢 不会像中国每个房间都分一个开关 一般来说两层的别墅呢 就是两个开关 那这个呢是非常智能的这个 入门锁 那无论你家里面有多少个成员 你都可以设置 这个烧指纹的方式进入大门 如果你没有带钥匙也很方便啦 那这边呢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电力保护系统 然后另外呢上面有一个USB的插口充电 非常的贴心的设计 那这边呢是冰箱的接口 那冰箱的尺寸呢它已经预留了出来 所以买冰箱的时候要提前问好 这边呢是网络的接口 各位新屋买家在厌房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及时问呢 如果没有及时问的话 也可以要下这个Super Intent的联系方式呢 回头住进来的时候有问题呢 可以联系它去进行咨询 这样住进来使用呢会更加的方便 毕竟一个新房子嘛 都需要时间去试赢的 那这边呢之前有一些客人问我 这个是否他们是忘记放了外壳 其实不是 这个呢是一个小型转压器 那么它呢会把110伏的电 转成十几伏的电 用于门口门牌号的这个小夜灯的使用啊 那这边呢是空调的滤网 每一个季节最好都换一下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厌房视频 视频很短啊小时的问题太多了 如果你是新的物种来家 牛肉观点的话 也欢迎联系我的联系方式 进行一对一的资讯 那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我是Mina拜拜